大家好,我是Kyoko 好,繼續溫習了 如果你記得上次溫習了 我們會說一下 有這和沒有這的分別 大分是沒有這 小分是有的 大分是一段時間 例如今天有24小時 或者一個月有30天 小分是一刻的時間 例如我們24小時內的9點 或者3點 就是小分 或者這樣說你會更清楚 就是會隨時變動 例如今早、今晚、午前、午後 昨天、今天、明天 或者上個禮拜、今個禮拜、下個禮拜等等 就會不用這 因為大分 好,然後時間呢 一定要有這 月份、星期、日期呢 就可能會是 當然要看看你的大分是甚麼 好,然後呢 既然我們學會時間 就學問句 那問句 いつ 意思呢 就是 when 可以回答很多 都可以的 即是他不一定要回答你的語氣 好的 例如他問 いつ 日本へ行きますか? ないけず日本へ行きます 即是說你甚麼時候會來日本 去日本 下個月就會去日本 好,我們今天要加油 因為我們還要學多三個座詞 那呢 我們第一個要記的是 地方加え 這個是讀え 表示移動的方向 有個戰爪的感覺 譬如我們要回公司的 開車へ行きます 回去 公司 你會看到有個戰爪的 又或者回家 うちえかえります 家 我們的公司 好 要回家了 總之呢 有一個戰爪的感覺 移動的方向呢 就會加助詞 え 那這裡呢 講一講題外話呢 就是 就是 行きます 行きます 究竟是甚麼分別呢 就是 所處地 在哪裏 會影響到你用哪一個導致 譬如 我現在在課室 那我會問 朋友A 在課室 你現在在課室嗎 朋友A就會打 行きます 因為呢 我已經在課室了 所以呢 我就會問他 你是不是來啊 朋友A 還沒有在課室 那他就會說 去 而不是 在課室裡 來了 所以不會用 而是用 行きます OK 下一個呢 我們會記 で 這個座字的 工具方法 或者手段 加で 是甚麼意思呢 自家鉄で 会社へ行きます 即是說 我用 地鐵 即是搭地鐵 這個方法 回去公司的 所以 で 就是用工具方法 或者手段 那問題的話 你很簡單的 只要加 なんで 就可以問他 How 你是怎樣 去 京都啊 譬如 又或者是 你怎樣 去回公司的 譬如他就說 我走回去 這樣 歩いて 会社へ行きます 好 然後最後這個呢 是超級常用 還有好用的 我覺得 就是呢 同行人物加 とは 只要你跟 哪一個哪一個一起 一起 做的 或者去那個地方 的時候呢 就可以加 透了 譬如 友達と 地鐵鉄で 会社へ行きます 就是 跟朋友一起 搭地鐵 回公司 如果問題的話 你只要加 誰都 就可以 跟誰去 這樣啦 じゃあ 今天就到這裏 好 拜拜 好